今天聊国际我们要聊的是 你是不是越来越喜欢一个人 出去走走出去玩呢 以日本来说 现在独活风潮非常的夯 我们先来看到一个调查 是日本的博报堂 他们的研究所调查了 25岁到39岁的男女 以日本来说 其实有五成六的人 是比较喜欢独处的 也甚至有接近五成的人 会刻意独处 如果你在今天会想要 独自去电影院的话 过去只有两成不到的人 现在上升到了37.5% 你觉得一个人吃饭寂寞吗 也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 其实过去可能有六成四的人 认为说一个人吃饭 蛮寂寞的 但是现在只剩下百分之不到35% 这样子的风潮 其实也反映在大家的消费 还有生活方式的改变上 所以像很多的艺人烧肉 艺人KTV 都是明显偏多的 尤其这种艺人经济 也反映在很多的店家上面 主要还是跟大家心理状态的改变 是有关系的 尤其在疫情的时候 大家发现说 其实独处好像也没这么差 独处的机会多了 也导致价值观的改变 大家更勇敢的一个人跟自己相处 还有网络的盛行 容许了单独行动 而且就算你一个人独处 你也可以用手机或是一些通讯软体 跟别人保持联系 还有也因为独处或是独火的风潮 也让很多人开始尝试一个人出去走走 一个人出国去旅行 像是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喜欢一根旅行 根据这个调查 现在今年的这个比率是最高的 主要大家还是很讨厌 一直在配合别人 并且跟其他的人出去玩 可能就会有妥协的情况 很多人更想追从自己的喜好 甚至也出现了一种逃避生活 拒绝跟别人互动 想要认识不同背景的朋友情况 还有如果在今天独履的话 你挑选一些相同的 或是熟悉的语言国家 就能降低陌生恐惧 也可以让大家更勇敢的挑战 一个人出国或是一个人旅行 但是我们要来看到韩国 韩国现在因为一些韩星的风潮 的崛起连带 也让他们对奢侈品的粘着度 变得更高 以奢侈品的消费总支出来说 韩国南韩来到了第一名 人均的消费额来到了325美元 而且这样子的比例 是远远超过美国跟中国大陆 先看的话 右边那个帝国 撒撒发带 从发音咬字到句子架构 来到韩语补习班 学生们跟着台上老师学韩文 而近年来选择学习韩文的人 已经越来越多 韩流影响力在全球不断扩大 不只学韩文 到韩国旅游 甚至游学 掀起巨浪的韩流偶像 也成了超强的带货王 各大时装秀 宣传活动 代言等等等 都能看到大量韩国明星的身影 而这些宣传曝光 对于年轻族群 也在无形中产生了价值观影响力 全球垂起韩流 当然跟网络的发达 是脱离不了关系的 而讲到了网继网络的使用 其实看到了韩国 在社群网络的使用率 是来到了89.3% 远远高于世界的平均53.6% 而这样子的影响 也进一步串接到 韩国的其他社会现象 根据摩根史丹利 公布最新报告 推算韩国的个人奢侈品消费总支出 在2022年是高达了168亿美元 比前一年增加了24% 人均消费额约325美元 而这个数字是远远超过 美国的280美元 还有中国大陆的55美元 细看各大奢侈品牌营收成长 韩国市场的贡献 也都呈现双位数标高 对品牌的消费力 可谓登顶全球 不止上层阶级出现奢侈品文化 韩国收入一般般的普罗大众 也是买的多 炫的也多 且对这样的风气也不以为意 同样在今年发布的调查显示 多数韩国人对于炫富并不反感 只有22%的韩国受访者认为 炫药奢侈食品并不好 远远低于日本的45% 及中国大陆的38% 这个时代其实是一个很害怕失去的时代 因为我们所赞颂的都是你拥有什么 但是不会因为你失去什么 就会被讨论 或是你失去什么 其实被认为是一个负面的部分 太崇尚我们拥有什么东西的时候 其实财富就变成一个拥有很大的主流文化 所以我觉得象征的不只是钱财 而是那个拥有的部分需要被看见 把这个照片弄得很美 象征着我在这样子的状态 告诉别人说我过得很好 偶像品牌社群宣传正渗透韩国社会 一环控制一环 也让这股炫富风气持续蔓延 铁新闻中的荣成文岳台北采访报道 2024对日本人来说 或许在购买奢侈品上也会更加的谨慎 甚至他们的国内经济 也会面临到了一个历史的分水里 其实我们现在来看到 以日本人来说 这个国家其实已经连续32年 是位居全球的最大债权国的一个宝座 但到了2024年来说 恐怕地位不保会遭到了逆转 而挑战他的国家呢 其实就是德国了 还有大家也在讨论到的说 日元现在不断的贬值状况 有没有可能导致日元里拉化呢 如果不考虑通膨的话 其实日元的贬值程度是超过了 土耳其的里拉的货币 主要还是日本面临到了非常多的困境 出口不张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像是半导体的出口减少了 对中国的逆差也跟着扩大 还有中国经济低迷状况 也连带影响到了日本的一些相关的投资收益 还有大家特别会注意到的是现在 因为日本是处于一个相对比较保守消费的状态 很多人都把钱存起来不肯消费 主要因为东西非常贵嘛 当然要省点用 所以日本政府呢 在2024年的1月1号 就要实施小儿投资免税适度 就是希望呢 大家可以多多的投资 让整个投资市场可以更加活络 但是其实连带有可能造成了个人资金外流加速 变得更加严重的状况 因为呢现在透过正确 还有投资信托流向海外的资金 就已经来到105兆日元 如果再实施这种免税制度的话 恐怕会变得更加严重 再来我们要来看到 就是以日本来说 这种薪水不少 我们刚刚讲到保守消费 就变得大家在用钱上面会特别的谨慎 以日本来说 像是这种汽车啦 加点使用的年数也创下了新高 因为那么他觉得说 原料物价都在上涨 薪水没有这样 那我干脆就不换这些东西嘛 像大家很熟悉的 这个洗衣机啊 冷气冰箱 这个笔电电视 新车等等能用就用 甚至大家也不愿意去尝试一些 比较新的产品 调水买的就是一些补贴性 比较高的产品 像是太阳能节电的商品等等 还有如果大家在台湾 习惯用库棚这个软利的话 你可能要特别注意 因为有网友在采购的时候就发现 他的免税额关税 而被扣光了 电商平台买了这些东西 真的好便宜 但是却被扣了关税 原来就是因为单笔消费超过2000块 订单打开 满满食品 巧克力派 炸酱面罐头 当时民众阿吉 8月初中元节将至上跨境电商 贡买拜拜用品 贡消费2790元 虽然有折扣没想到又有预期关税 458元 订单总金额是2687元 提醒民众在跨境平台买商品时 一定要特别留意 依照进口的关税来计算 如果单笔消费超过2000 或是半年超过6次的免征额度 就会被课征关税 只不过还是有消费者反应 明明自己买了9样商品 却被分了10箱 总价不到2000块 却因为分装超过半年6次的额度 还是被扣了关税 觉得很傻眼 对此库棚表示 会尽快优化运送服务 不过专家也提醒 有时候确实因为商品的所在地不同 因此必须要分开寄出 另外也有网购爱好者提醒 部分商品在进口曝关时 容易有问题可以尽量避免 像是含药的化妆品 根据现行规定来看 防晒商品的防晒系数SPF 就属于含药的化妆品 中药类的项目 以及医疗类的商品 或是项目内含有药字 也要建议别买 TBS新闻现场遇捷台北创报道 T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